作词 李宗盛 请爱的宝贵耶稣 你爱何等的甘甜 我的心深深被你吸 爱你是我的喜乐 一生爱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你 跟随你 的满车 的满车 亲爱的宝贵耶稣 你爱和的的甘甜 我的心什么被你吸引 爱你是我的喜乐 一生爱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你 跟随你 一生爱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奉献 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你 一生奉献 一生爱你 我们又收到一个新的消息 就是我们的政府又再完成了管制行动力 XOP 求你祝福这个聚会 求你祝福每个听的 说的都有利属天的聪明智慧 都有圣灵的光照 圣灵的带领 永远归你 永远归你 因为你是一个叫我们抬起头你的神 永远归你 因为你是支持我们 我们是满有信实的神 永远归你 因为你是 你毫无描述下我们做孤儿的神 我们相信在这段时间 仍然可以经历你特别的因点 求你让我们感受你的爱 和高拐你的名 直到永远 永远归主 我们以此祈祷仰望 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因为福音就是有一段的经文 或者是有一个主题 我刚刚初初看福音书的时候 特别是再看一看一二三书的时候 是觉得非常难接受 所以我们不要贪爱这个世界 当我说这个世界的时候 当时我初信耶稣的时候 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很犹豫 我不可以爱这个世界 是不是这个世界代表 因为我活在这个世上所见到的一切 我不可以爱 我很喜欢吃的叉烧饭 我不可以爱 我很喜欢的电话 我不可以打扮 不可以爱 不可以贪爱这个世界 很多时候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 我们很爱 就是说我爬山算不算呢 但是 就慢慢再深刻想的时候 这个世界上帝做 不可以爱上帝的创造 这样环保有什么意思 很困扰 当时我读到经文的时候 很困扰 之后就是文牧师 牧师塔 噢不是这样的 你们是在世 又不熟世 我更加迷惑 我们在世上 又不熟于这个世上 最多聚会的时候 听到一首歌 连长的电影师妹应该听我 这世界非我者 我无以推辞出 哇 有世界不是我家 哦 我们怎么算好 哇 真的觉得基督徒 没有叛王 好受苦 一定要悲十字架 像耶稣这样 淒淒惨惨 难道 这个就是圣经的教育 当我读到圣经的时候 我应该发觉到 阿波罗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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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 如果基督教人不可以拥有太多世上的财富 那么多的扶贫事供、关怀事供、费用、经济 这是什么?我感谢神,当我好未华的时候,我又看到约翰一书二章十六字说 我以为世界是什么? 原来世界是我们以为我们住在这个地球,这个是神厂祖 原来约翰所说的世界是指出三个点 一个点就是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字去说什么? 这个世界原来是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甘心的骄傲 哦!原来约翰所说的世界就是说在里面挑起我们 一直我们想追求肉体的享受、贪婪的体 看见别人多也不理得、看见别人好也不理得、看见别人好也不理得 还有甘心的骄傲在那里跨 你没有说骄傲不可以吗? 如果你去深刻去研究 长世纪、亚当的两个儿子、阿伯和该人 该人为何晒死呢? 是因为骄傲 所以比较私心、情欲、骄傲 要带来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 不单是贪心 是恨 恨这件事也很严重 因为恨这件事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 和甘心的一个混合体 所以开始明白 原来乙翰所说的世界 是一个产生我们要恨 这个恨 就要产生我们要杀人的动机 的一个来源 所以我们发觉到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断气那一刻 你说了什么? 发生给他们 我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这句话 很清楚跟我们说了 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是他没有恨的 虽然他们无故地恨耶稣 耶稣这么帮他们 耶稣为了他们开救恩 耶稣为了他们来 他们要杀耶稣 耶稣没有恨 同样的在斯罗安门主 我们看到另一个人 施利反 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看到天开的时候 虽然他们无故地要打死施利反 他们变过施利反 就要杀他 说他们不赢 杀他真是过施利反 那些 施利反无恨 施利反同样的 耶稣说的那句话 父阿赦免他们 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所以 两个的离子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 恨 恨是不应该 是不应该是一个 成熟 全程基督徒身上 因为恨 是由世界演变的 那世界是什么 一线一书二章十六节 可以说 肉体的情状 眼目的情状 今生的驕慕 我说的是情状 情状就是 你 一个 不是很正常的需要 超过正常的需要 我們是需要吃,肉體的情緣說 我們肉體是需要的,我們需要吃 情緣是什麼? 是你刁到很誇張 不美的你不吃 吃超乎你要的素養 所以這個就叫情緣 不是說你不可以看 但你唯有看,不正常的看 看他有眼紅,看他有妒忌 看完成功,不應該很開心 看電影姊妹比我們更好 不是很開心 反而是妒忌,眼紅 之後想辦法 想辦法 讓他慘過你 這個想法就是今生的驕傲 所以我們以這樣的角度 去看 以後福音第15章 所以大家就看以下經文 以後福音第15章第19節 你們若熟世界,世界必愛熟自己的人 只因你們不熟世界 而是我從世界中挑選了你們 所以世界就恨你們 福音不能夠大過主人 你們他們若迫不耶穌也要迫不你們 若遵守了耶穌的話 也要遵守你們的話 但他們因我的緣故 就要向你們行一切事 因為他們不認識 而猜我 你們有所謂的 一開始說了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原則 一個關鍵 也就是說 基督徒應該 愛有這樣的思維 就是我們不熟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有些事情 基督徒是不可以做的 不單是要這樣說 保羅說 凡事你都可以做 但不一定有益 所以保羅說 凡事都要做一些 對我們有益的事情 你覺得這個很不邏輯 其實都很邏輯 什麼都可以吃 你可以吃 但有毒的你吃不吃 所以賣東西都要選新鮮 不新鮮 其實是很正常 世界有很多東西 但是我們以學識假 對我們有益處 勞交呼音都說 媽利亞選擇了 尚好的福佛 所以基督徒應該學習 以學算 尚好的福佛 所以耶穌講了一個原則 我們不熟這個世界 是耶穌是從世界中 簡選了我們 簡選就是說 基督徒每一個是很幸運 或者一個很無福 很要欣念的 被耶穌選中 所以簡選的意思是 是有人會投胎 是有人會被選選 所以基督徒一個很清晰的思維 應該知道 這世界所有事情 我們不是每一個可以做 還有 也不是每一個人 那麼幸福 那麼無恩 被耶穌選擇 我們被選擇 我們有珍惜 我們有感恩 第二點 這個經文在說什麼呢 紀念主耶穌對我們說的話 什麼話呢 不是所有話 這個只是 福音能夠大過主人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這句話就是跟我們說 耶穌基督所經歷的 如果我們真心跟隨耶穌的悶道 我們也會經歷 我們也會經歷 你怕不怕 耶穌說了很多話 好不怕 哈哈哈哈 到底有四十年來講 不過 放心 因為 你經歷耶穌所經歷的 是耶穌選了你 看得起你的 所以你必擁有耶穌的聖情 同時你擁有 耶穌那種 可以是否感動 影響人的一種能力 迷力 都是出現你死上 因為 你發現聖經有說什麼呢 做功德功勢 那是應當 所以說 當你們走耶穌走的路 恩高 有些影響力 那種耶穌擁有的聖情 一定是出在你身上 因為那是應得的 空間 第三點 我們在這裡有留意的是 四人在我們所行的一件事 為什麼呢 耶穌在那裡解釋 是因為他們不認識耶穌 不認識上帝 他們好好聲稱是神的子民 神的百姓 其實他們不認識 所以這一點 又提醒了我們 最大的攻擊 不是來自外面 哈哈 好搞笑 最大的攻擊 是留在裡面 耶穌 其實在馬大福音 路加福音 都有說過 一個國 而自己內部相爭 這個國 是不能夠存在的 一定會毀滅 所以耶穌 一直提醒我們 基督徒最大的攻擊 不是來自外面 而是基督徒最大的攻擊 是來自內部 內部什麼人 是那些 他講的是幾多套 但是他們從來不認識耶穌 不明白耶穌要做事 他們這些人 是要破壞 成個神的計劃 破壞神的假 那麼這三個點 又跟他們說什麼呢 原來這三個點是 很強調 主耶穌從世界 簡選了信徒 脫離這個世界 所以這一個 就是我們講的 入世卻不熟世 第二個是 記住 僕人 不能夠大過主人 耶穌所經歷的 跟隨他人 必會經歷 但是放心 耶穌我們解釋 為什麼我們面對 那些不信耶穌的人 的誤解和迫不呢 因為 他們不認識耶穌 所以你放心 所以更加詳細 你講 這三個點 是說什麼呢 是 在世 卻不熟世 基本上是在世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所以 如果常理沒有接我們 離開這個世界 沒有刻意圖 這個世界 沒有刻意圖 我們這裏不是深山野人 脫離社會 脫離人群 脫離 離教會 不是 不是 有想過 當你躲離教會 的時候 你怎麼全部有 不要忘記耶穌搬下的大師 你們要去 遵守任群 去全世界 那些人 信耶穌 遵守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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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 我們在世上 卻不熟悉這個世界 第二 跟著 就要次主 不單是擁有一切好處 也擁有一切的責任 也都面對所有的打壓 這是背景 你要出糧 要做工 我們不要期待 不做工 要出 要欣念 要不要做 要祈禱 我不要愛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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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愛 我不要愛耶穌 我不要愛 你姊妹 不可以成為套賊 你可以說 成為套賊 近年讀書 成績搞事 沒有誤讀書 考第一名 沒有這件事 沒有這件事 勤力做工 就有很多良人 不做工 又有出又出 沒有這件事 沒有這件事 所以耶穌給他們一個很大的安慰 他們行主 所以他們不認識主 所以不要期待 那些人明白耶穌人 不要拼命 他們解釋 基督圖有一個很奇怪的對象 他們說 那些人不認識耶穌 解釋耶穌 你們不要這樣 可以沒有愛意 可以沒有愛意 可以有智慧 可以說你傻 那些人 打擊你 是因為 這些人不認識耶穌 如果他們不認識耶穌 就怎樣幫他們解釋 所以基督圖只可以做一件事 萬一福音 勞加福音 兩記載 這些迫不幸的人 我們為了祈祷 不要幫他們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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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的人 是認識耶穌的人 我們才可以解釋 那些迫不幸的人 我們為了祈祷 大家解釋清楚這個分別 要認識耶穌 祝福大家 所以這段經文 有個結論 重點是 基督圖是在世 但是卻不熟世 跟著主 學習慈主 因為保老 相信 一行的教導 我們應該 基督圖 熱信熱淚的時候 日子四場熱淚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 應該和耶穌基督的聖情有份 這就是基督圖應該去最後 經文記著說 入福音十五章二十二節 我若沒有來教訓他們 他們就沒有罪 但如今他們的罪 是無可推堂的 恨耶穌的 也恨天父 我若沒有在他們中間行過 別人未曾行過的事 他們就沒有罪 然而今連我父 我和我二父 他們罕見也恨 我們人是很喜歡定人離罪的 我們很喜歡倫斷 不要說我們不要亂斷人 這個提供了一些原則 原來上帝審判的時候 有原則 他不是亂 我們在法庭上都講證據 我們要判一個人的時候 我們聽到培聖說什麼 動機 他為什麼動機這樣做 有合情合理合法的說法 所以上帝也有 上帝審判一個人的時候 他也有他的原則 也有所謂他說的 合情合理合法的原則 第一個他們說 沒憂慮教訓就沒憂罪 基督徒要小心 這個好小心 為什麼呢 因為羅馬書寶羅說了 沒憂慮律法 罪又不是罪 這裏沒有說明 不可以這樣做 所以那人做了 是沒有錯 所以如果耶穌未來教導 如果他們沒有聽到耶穌的教導 所以這個人就是沒有罪 羅馬書寶羅說 沒有憂慮律法 罪又不是罪 這是第一點 所以這個人如果不知道 上帝說是沒有罪 對基督徒要不理 很不理 為什麼呢 我們知道很多 知道很多我們做不到 這些都是控告我們的罷兵 之前他們說過 耶穌說過 不是我審判你們 而是他審判你們的就是 摩世 摩世所說的律法 你們所信的道 就是我所說的道 你記得嗎 我們時候 上幾次講的那些經文 所以思維是一致 沒有教訓 耶穌沒有說過 或者你不知道 就沒有罪 你知道你做不到 你又不認 大件事 第二 恨主耶穌的也恨上帝 也就是我認為 恨基督徒 也恨基督所信的耶穌 所以叫我們不要太過在乎 也不要太大的壓力 也不要太傷心 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我們是被耶穌影響 耶穌說 你為了那些緣故 就迫不給你 不要說不要說 我一定可以補償你們 所以你會看到這樣的經文很多 所以這也是原則性的問題 如果有行過別人 沒有行過的事 他們就不會有罪 也就是華聖經說了一件事 如果大家都做不到 放心 耶穌不會陪我們 他也會想 原來我認識這個太高 我認識這個太高 沒有人做得到 大家沒事 大小小小姐姐妹 如果你身邊有人做得到 我們很危險 證明什麼 證明這個標準 這個要求是做得到 為何你做不到 為何別人做得到 這個就是 我們的小小姐 記得嗎 管家的比例是 一千兩 三千兩 五千兩 如果三千兩 五千兩 就不能賺錢 但是很可惜 三千五千 就能做到 所以耶穌還問你 為何你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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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 所以 所以 是不是很後悔 你一個 不成功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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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了一間很大的教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福興教會 證明那個教會 很多人都做到 哈哈哈哈 如果你去到 你做不到 你大麻煩 哈哈哈哈 說笑 大家不要問 神祝福大家 我們所知道的 考慮聖靈 我們都做到 所以 這裡講什麼 這裡講 不知者 不罪 不知者 無罪 這是聖經的原則 第二 恨 不是屬神 我講過 恨 是世界 又是福音 一書 二章 十到之 肉體的情慾 眼目的情慾 金針的驕傲 只要產生恨 如果你沒有這些情慾 你不是很恨 你知道 哇 這個姊妹好美 哇 這個地圖好本事 感謝主 我們教 有這麼成功的人 這麼好的人 不是 因為 他搶了我的 木工 他搶了我的 人的崇拜 這些事情 要死 嗯 只要我考第一名 只要我只可以威 人家不可以威 哇 你驕傲 這些情慾 這些情慾 所以 恨 不屬於神 第三 每個人做到 有無罪 所以小心 我們 必須 有些責任 做 基督徒應該做 如果你做不到 我們應該好好 去追究 好奇怪 通常 基督徒 很關心 別人做得到 很少 關心自己做得到 這裏說的是錯 我們應該關心 研究 花多點時間 精神 看自己做得到 別看太多 別人做得到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想 人家做不做得到 關我們什麼事 我們應該關心的是 我們自己 求神 祝福你們 我們可以多些事物 關心我們自己 關心我們熟靈的心命 不是關心我們自己的錢 是要關心 不會太關心 上帝必要恭敬 所以 現實祝福大家 所以這裏 和我們講了一個 基督徒不應該有恨 恨是從世界 他應該知道 什麼 就要做什麼 不應該有恨 應該什麼 應該知道 基督徒應該做什麼 就要做什麼 花多點時間 頂戰會 花多點時間 去了解一下 基督徒應該的責任 花多點時間 去裝備 讓自己 可以做到 花多點時間 讓我們的人生當中 我們是一個 聖術 堅定的基督徒 沒有叫聖靈太過擔憂 沒有叫天父太過傷心 沒有為 耶穌為我們一起哭 現實祝福大家 經文記著書 15章25節 這個要應驗律法師所講的話 他們無故的恨 他們無故的恨 但是他們還扶那裡猜補為書 就是從 扶出來的真理的聖靈 去離座 就要為我做見證 你們也要做見證 因為你們從頭 都以我同在 講到這個恨的時候 耶穌突然間 或者約翰福音 突然間 說了更加上次的描述 所以說恨這件事 可大可小 所以他才解釋 你為甚麼恨 因為是律法書 神祖的議員 知道先知祖的議員 說不通 但是這個恨的時候 加了兩個字 給了一些基督徒做不到的 就是一個好的解釋 不是所有的恨 有原因的恨 是有情外可言的 但是這個說的是無故的 原來基督徒要針對的是 沒有理由的恨 人家口第一名 人家勤力讀書口第一名 人家勤力讀書第一名 有故是沒有故 你自己不要好讀書 你自己不努力 怪人家比你厲害 人家比你厲害 人家比你厲害 人家比你多 你怪人家 你恨人家比你多 你自己這麼懶 這是無故 這是錯 自己不追求 怪的那些人 比你更加好 自己不做對 怪的那些人 不幫你做朋友 這是無故的恨 這是無故的恨 這是在這裏 有人要說 小心 這是無故的恨 不屬實 為什麼呢 這個經文說得很嚴重 為什麼呢 重複出來的真理的聖靈為主 耶穌做見證 他們無故恨你 哇 原來基督徒無故的恨一個人 基督徒無故的恨一些東西 聖靈也在刺激你 你不應該這樣 這些東西不屬於真理 無故的恨是不屬於真理 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不屬於真理 真理很充滿理由 不單止聖靈要做見證 你會說什麼 門徒也要做見證 因為耶穌說 為什麼你悶途做見證 因為你從頭開始以我同在 你會說什麼 基督徒人生 沒有經歷 我們知道 詳細要讓你知道 這些無故的恨是錯的 聖靈要不斷提示我們 這是錯的 所以我們沒有辯故 沒有狡辯 實在是 所以簡單來說 這些基督徒要我們 小心 是無故的 如果人家傷害了你 你有理由恨 耶穌說過你 一下子可以發怒 但不要到日落 所以你可以恨 但是 我更加要學習的是 放下 念文 要書的功法 但是那些 無理由的恨 無故的恨 嘩 上帝很不開闊 為什麼 因為聖靈要做基督 門徒也要做基督 也就是說 教者會領袖 在教會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彼此守望 彼此相愛 彼此扶持的話 發生一些無故的恨 我們應該 去解決 處理這些事 因為這些不應該是 教會發生 所以靠神 念我們 給我們聰明智慧 不要讓這些事發生在我們身邊 所以我告訴你 無故的恨 是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悶道和聖靈 都要做見證 不是很震感嗎 弟兄姊妹 今天你 和妒忌 很癢 人家拿過來 很妒忌 很癢 人家虔懲 很癢 很多弟兄姊妹 幫一個人幫你 很癢 小心 天兄姊妹 因為不真能 今天阿是可死 還想不對 自己帶著 整天靈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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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取世 又不熟悉 又不熟悉 又不可以癢 就是基督徒 是世却不熟悉 因為我們是比世間選 所以我們要跟著主耶穌學習 似主耶穌 基督徒應該花更多時間 精神 去觀察 去反省 我們是否和耶穌基督的 聖靜有份 會發揮時間在人身上 他怎樣 只有他的主 創他的主 你跟他說 我們不需要去論斷 發揮時間 去關注這些事情 第二 基督徒不應該癢 特別是無故的癢 有理由的癢 都學習放下 去搖書 因為我們應該花更多時間 應該知道做什麼 我們就去做什麼 沒有花太多時間癢 那個人 哎 他傷害你 哎 他好衰 但如果你繼續 因為他的衰 你浪費我們的心命 你覺得 我們值不值得 他都衰 不要為了一些衰人浪費我們的心命 為了這些衰人 為了這些癢 為了這些癢 浪費我們這些應該做的事 靖姊妹 小心 雖然無故的癢 是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門徒和聖靈都做見證 這個要證明我們不屬於這個世界 證明我們入世 入不屬世 一個最大的外在的見證 這個行為 看到 就是 我們不會癢 我們不會無故癢一個人 這個要證明我們 是有這樣的心 這段經文跟我們說 弟弟姊妹 求神你問 祝福我們可以有這樣的生命 向我們低頭做個祈禱 親愛主耶穌基督我們 感謝讚美你 因為 你在世界上 簡選了我們 簡選我們可以享受 你的平安和喜樂 簡選了我們可以進入 你光明的天國 主啊 為了你的簡選我們感恩 求你繼續 簡選憐憫 我們的親朋 親友 我們身邊的人 我們所關心的人 我們所愛的人 你求主 先一憐憫我們 讓我們可以脫離 這個肉體的情慾 眼目的情慾 和今生的驕傲 因為這些是屬於世界 不是同理 求我們生命 是更加的豐盛 求你憐憫 聖靈充滿我們 帶領我們 不要花太多的時間 在行一個人的身上 不要花太多的時間 關注別人的事 多些關心自己的生命 關心我們 跟耶穌的關係 關心我們 生命是否成熟 和健成 用我們更加關心 我們應該做什麼 花太多的時間 去做我們應該做的事 幫助我們 有時我們迷失 有時我們疑惑 讓我們聖靈不斷地叮燭 安照 讓我們聖靈不斷地感動我們 讓我們可以快跑跟住耶穌 和耶穌的聖情入份 幫助 祝福 恩待 保守 我們所看中的事 為人 主啊 混淆歸零 因為你是愛我們的神 我們以此祈禱讓我們 奉靠主耶穌基督的命 阿們